潑潑臉 他在背部的語言 等一下我想他念法律的 不要給醫生好了 怎麼沒有犯規 他如果今天不是批上民進黨的話 或許會連他 親共的一律 一律淘汰 賴清國全靈 賴清德 清國黨就是 真的他會在進步一下 因為民進黨太熱了 我想讓國民黨繼續連任黨 可不可以不是國民黨 可是至少 打敗民進黨啊 就他的話就是 就 爛 爛清德 爛清德 爛清德感覺就是 街頭麥克風 民眾來追風 今天我們在花蓮 東大門夜市 究竟來自於 全台灣來自花蓮的旅客 會投出什麼樣的結果呢 全台第一份 花蓮百人民調 現在開始 GO 來自哪裡 彰化 宜蘭 台灣市 表力 京東 嘉義 京竹 台北 怎麼辦 那個都不錯 都不錯啊 好有儀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還不錯啊 為什麼是他呢 他比較有在做事情 他好好做事情就好了 然後他 柯文哲我覺得他還不行 他歷練他不夠 耐心得 其他兩個人都不像話 在搞笑 他一直搞笑 亂講話 亂講話 耐心得 也是耐心得 為什麼呢 投友儀他這段期間有很多爭議 然後從來都沒有好好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只是當個GPT 一直不停的去猶疑 然後答非所問 問A答B 柯文哲他雖然表面上好像是什麼新政治 但實際上他本人已經非常的腐敗 而且民眾黨就是一群烏合之中 黨內的問題也很多 他是他不是一個新政治 台北市長都當不好了 那身為一個總統 嚴心舉止 需要謹言順行 他完全沒有那個態度 跟格調 跟精力 作為一個總統 至少他是為台灣好 我們都台北市人啊 然後他們兩個 在六都裡面都倒數的 做得不好的人 幹嘛給他當總統 而且他 至少他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用六都來講的話 他都是台北人前面的 實的為台灣好 那這兩個我就看不太出來 倒像 胡亂人前 來 這給你 胡亂人前 胡亂人前就要把它抖下去 這就是他 為什麼是他 我是台灣人 十幾千台灣人 啊這兩個咧 那這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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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背不冷 好 啊磁鐵啊 不知道這聽媽媽的話 好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他可以啊 他可以 那另外兩位呢 也可以啊 那這個聽媽媽的話 胡亂人 因為至少他的政績有看得到 後面他對新北市的一些 交通啊 或是設施都有明顯的改善 感覺他有在做 那為什麼不是柯文哲呢 其實原本會想要選他 個人感覺是比較有點不裡頭的出發 對 是在觀察 或許後面還是可能會有改變 有改變 那賴清德呢 他如果今天不是批上民進黨的話 或許會給他 因為民進黨我覺得後面就變掉了 如果明天是總統大選 你會蓋給誰 可以參考 為什麼是他 等一下我想 他念法律的 不要啊 給醫生好了 給醫生好 所以你改變想法 對 為什麼 蔡英文也是法律的啊 對 然後曾志明也是法律的啊 對 那現在變成這樣子啊 不見得好或是不好 可是想 我們總是想試看看他嘛 嗯 那他是念醫的 對 看醫學觀點之分 那他也是醫生了 可是因為 這個黨 現在包袱太重 問題會太多 因為我還是希望有一個總理開始 比較沒有包 兩個柯文哲 為什麼呢 其他兩個蠻爛的 他至少有說出一些東西來 其他兩個就是在唬爛 換一個試試看 前面兩個都 黨都投過來 如果這三位的話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位 那一位 為什麼 阿公有交代 阿公 侯友宜 為什麼 他有過力啊 一樣侯友宜 為什麼呢 比較喜歡他 比較喜歡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柯文哲 他之前做台北市場的時候 有一些 還不錯的地方 比如說 閃電拆除中校橋 閃電帶有沒有 對 還有執行力 我們直接給他投下來 為什麼是柯文哲 跳脫藍綠的框架 不要再被 所謂的民主媒綁住 我我我我投他好了 侯友宜 為什麼是侯友宜 柯文哲有感覺 不太行 賴清德現在做的沒有忘了 為什麼 比較符合 現在年輕人所需要的未來 柯文哲 我不喜歡賴清德 然後侯友宜 我也不是很喜歡他 我也是侯友宜 我也是蠻討厭賴清德 侯友宜我是蠻喜歡的 其實他又落跑了 所以 就先不考慮 他在台北市坐而坐 這個這兩位 他們的黨魂的包 所以應該很難有改善 那民眾黨給他一次機會 柯友宜 我也蠻認同 我昨天考慮這個比較辛苦 那這個是不考慮 這個不考慮 啊 目前不考慮 南部人 南部人 南部人不考慮賴清德 要看人力啊 這個啊 他看起來比較和親 那為什麼不是他 我不曉得他是誰 我有聽過啊 賴清德 不確定耶 我不喜歡綠色的 你會蓋給誰 都不好 都不好 感覺他比較有在做事 其他兩個講話 有點打非所問的感覺 我剛初是投給他的啊 剛初是投給柯文哲 你是來自於台北的 台北 我現在可能會選他吧 賴清德 為什麼這次會改變 柯先生後來的一些 讓我比較 比較不適合 侯先生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 還 需要再多多加強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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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好咧 為什麼是阿伯 他跟年輕人的距離比較近 一些發表的證件 絕對還不錯 那為什麼是侯友宜 我覺得他做的不錯 如果明天是總統大選 你們會投給誰 他有講過說 台灣為什麼我沒辦法 民主化沒辦法 再更進一步 的那個分析 我覺得 還蠻有料的 落清德 落清德 落清德感覺就是 你問他台獨 具體要怎麼鬥 阿感覺他也回答不出來 然後這倒是他那個 台南那什麼 什麼八八槍擊案 跟那個什麼爐渣案 大家都沒有給交代啊 侯友宜就 怎麼說 呃 新北那什麼槍擊案 一大堆就 還有那個投 衛藥案 也沒有下落 那為什麼是柯文哲 有 就不喜歡他們兩個而已 平常都他講給我聲音 他跟我說他很好 他被他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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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你們會投給誰 賴清德 柯文哲 柯文哲 好 那還有一票 柯文哲 我之前有看過他的影片 然後他 感覺他做事還蠻不錯 柯文哲 柯文哲 這樣不會吵架 不會不會 為什麼是他 說我家人他們會希望他上 所以我就 投給他 對 怎麼沒有他的國語 柯文哲 柯文哲 也是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沒有韓國語 好 那這一位 我特別喜歡他的論述 為什麼是柯文哲 我是用牌出發 投給阿伯 阿伯 為什麼是阿伯 厭惡了兩檔 對嘛 藍綠 換一個檔 做做看嘛 他們常常在講說 換檔做做看嘛 對 他們兩個都已經輪兩次了 對 那是不是要輪第三檔來做做看 所以要給他試試看是嗎 對嘛 我不會投給他 為什麼 因為太假掰了 要選不選 可是他是不是說什麼滿意度很高 因為我們不是新北不知道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對 現在有一半的人不喜歡 公司 一切的人喜歡他 現在全部的人都不喜歡他 你們公司很多人嗎 公司15個人 完蛋了 現在有12個人都要投給阿伯了 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對福茂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還有待釐清 還要等他看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論述 民進黨跟國民黨都是過去的天下 那我就覺得可以給民眾黨一個機會 機會 OK 為什麼 OK 如果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你們會蓋給誰 這個嗎 可以棄給我嗎 對目前沒想到 好沒關係 請問為什麼是柯文哲 因為他們的想法很現代 很現代化 OK 如果明天總統大選 你會投給誰 這兩個 我不太喜歡 壓上去 為什麼是他 因為國民黨 跟中國大陸關係比較好 這樣你們的生活就會好 大陸就可以來 勝利就會好 你們的小販 什麼什麼行業 勝利就會好 應該求這個 我覺得他印象比較好 我應該會 對 柯文哲 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他感覺蠻 會聽年輕人的想法 這兩位是比較 比較不會 為什麼是蠻青的 信任度 那另外兩位是 比方說柯文哲 我覺得他的一些行為可能 所有的利益 他看重的比例 percent站在他自己本身 總統是要處理外交事務 他外交事務的能力 不知道 好 為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貼近民意 從我大概十幾歲 所以就藍綠多次 不太久了 為什麼是他 我是用刪去把 把 有台都傾向的刪掉 第二個我覺得 何友宜有時候講話 我聽不太懂 那柯P我比較可以 聽懂他說什麼 為什麼 年輕人都支持他 他還不錯 滿青年的 柯文哲 為什麼是柯文哲 這是什麼 好 這三個我都不喜歡 比較親民的感覺 蠻青的 我剛剛不熟 為什麼是他呢 是蠻青的 也是蠻青的 為什麼是蠻青的 親民 好 我愛他 我愛他 因為 比較高位 比較高位 好 柯文哲 如果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你會投給誰 為什麼是他 我是蠻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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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是他 親民 帥 帥 我要投給內情德 內情德 為什麼 我從以前就覺得他 很棒 很可怕 為什麼要不這樣 你會投給 因為他是我的偶像 大家都自柯P 好 為什麼是柯文哲 因為喜歡他 覺得他比較有希望一點 對 這是柯科文哲 他講話比較讓人像 他這個是 好有贏 因為民進黨太熱了 我想讓國民黨 繼續連任當 柯文哲 不是國民黨 可是至少 打敗民進黨 打敗民進黨 下台打敗民進黨 來 現在年輕人就是 不親共為主 不親共為主 不親共 親共的一律 一律淘汰 爛蘋果選一個 柯文哲 放個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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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藍綠了 好 一個柯文哲 一個柯文哲 我還在考慮 我還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事情 你說賴情的 因為他有點太空泛了 那我不會選他 因為我覺得他 他最近做的事情有點不太 不太OK 因為他平常講的話 我比較注重一點女心理 跟補貿問題 所以我個人還在看 如果明天是總統大選 你會投給誰 柯文哲 柯文哲 因為感覺他比較有在做事 如果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你會投給 戴慶等 為什麼是他呢 我覺得他比較好 這一次我們做出來的 民調結果 可以發現 低年齡層高年齡層 跟中年齡層 呈現了很大的區別 但是可以發現 低年齡層的表態率非常非常的高 柯文哲來到全滿的狀態 比較高年齡層的 呈現在賴清德的部分 表態率最低的是侯友宜 這是這一次的民調結果 這一集 花蓮東大門夜市 百人全台旅客街坊中 總計116位有效票 由柯文哲奪冠 賴清德赤姿 侯友宜老三 年輕族群的表態率非常高 近乎全面集中在柯文哲身上 整段街坊過程中 聽到好幾種不同的支持理由 更是發現選票鐵道 幾乎不會再轉移 該次民調柯文哲統治了20-39歲年齡區間 40-49歲支持柯文哲的表態率一高 略勝賴清德一籌 50-59歲雖與賴清德打拼 但柯的支持者表態依然非常踴躍 侯友宜全年齡層墊底 全台旅客支持者表態率相對低落 主要都集中在50-59歲區間 可以留意過程中民眾對他的期待與疑惑 賴清德則在60歲以上取得絕對優勢 50-59歲表態率與柯文哲不分宣治 但街坊期間 願意表態的支持者力挺理由 賴清德的選票也可以說到了鐵票的程度 為了家法人 小北被擴omi 小北被淹割 大名的渡法在等於 尋古之子 如果梦徒 也失敗 第四位 颇害 深念 最快 明信 最快